嗨 大家好 今天要來製作巧克力 首先要開囉 出來 這邊是餅乾 然後這個是製作巧克力的 還有三個 巧克力 先把它拆開來 然後 除了這些 以外 你還要需要一桶 你還需要一桶 熱水 50度C的 然後 你就先把這個 這三個巧克力 放進去 這個熱水裡面 直接放進去 然後讓它融化 一分鐘後 融化巧克力摸起來就會很軟很軟 然後就沒有硬硬的地方 就代表它融化了 然後就可以開來 開來製作了 好 那首先先把 三個 巧克力 都拿起來 因為它們已經都融化好了 然後放在 衛生紙上面 它們乾一下 先拿這個 巧克力容器 但是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 剪掉 先把這個 剪掉 這邊剪掉 才能 才有出 巧克力 所以就這樣 剪掉 好了 剪掉之後 這邊就會有一個 洞 放著 這個一樣 剪掉 剪掉 一樣 變這樣 黃色的一樣 一樣剪掉 剪掉 剪完之後 先丟掉 等一下就可以來製作了 現在拿這個 我們先用 先用 新的巧 那個巧克力 是黑色巧克力 擠這個 擠進去 先擠這個好 然後 這個擠完之後 可以再加一點草莓 白色巧克力 因為我喜歡吃綜合的 所以還可以再加一點 白色巧克力 然後之後 就等它凝固就可以了 到時候再冰到冰箱 就可以了 再製作下一個 這一次 我吃白色巧克力 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直接 壓白色巧克力 到這邊 對 好了 就把這個拆開來 拿一個 插在上面 變這樣 一樣 把一個插在上面 然後 現在和氣場 防紅色的 在這邊 在這邊 再來黑色 黑色很快美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加一個 白色的巧克力 之後我再插上一個這個 然後插進去 再次插這邊 它一直做別的 先把黑色巧克力用完 再來用 這個好了 圓圈圈圈 全部巧克力都擠進去 全部巧克力都擠進去 沒了 這是我的黑色巧克力了 全部擠完 好了 這次巧克力已經弄完了 好了 一樣 一樣放一個 一樣放一個 過海的圓圈 好了 好吃 再來用粉紅色 用這個 用這個好了 用這個好了 好了 然後 之後就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地方 就是 排自己想要的東西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記得要支持我喔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